台湾Netflix宣布开抓寄生账号 非同住者一人每月多付100美元 Netflix是一个受到众多民众喜爱的串流影片平台 近年来,他们一直致力于打击寄生账号的问题 然而,这项政策如今也延伸到了台湾 台湾Netflix在24日凌晨发出了一份公告 强调Netflix账户仅供同住者使用 如果与非同住者共享账号 每个月就需要支付额外的100元 根据Netflix的新政策 账户只能供同住者使用 会员和同住者可以随时随地使用Netflix 在家里,外出或度假时都能尽情观赏影片 而在Netflix的电子邮件中提到的新功能 将有助于会员轻松地转移使用者 并管理哪些装置可以存取他们的账户 Netflix宣布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 将开始扫荡寄生账号 为了判断使用者是否为账户持有人或同住人 Netflix将利用IP位置 装置识别码等方式进行判断 虽然先前只有听说国外有这样的消息 但在24日凌晨 Netflix官方正式宣布台湾也将开始抓取寄生账号 并解释每个月多付100元一人就可以与非同住者共享账号 这种方法受到了批评 对于以前使用家庭账户在宿舍观看的大学生来说 这可能会很麻烦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谢谢大家